英国王室向来有上古从军的传统 许多王室成员都有从军的经历 包括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年轻的时候都参过军 而英国王室现在两位年轻的王子 哈里王子与威廉王子 更是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 两人都在军队服过一 而且都擅过战场 参加过实际的战争 并且借着战功与王室的身份 在军队中获得了较高的荣誉职务 哈里王子曾经在陆军中服役过多年 两次前往阿富汗执行任务 并获得了阿帕奇直升机的指挥官资格 2017年的12月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任命哈里为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司令 这是一项充满荣耀与光辉的军队职务 因为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是英国的精英部队 这一项职务也是对哈里王子在战场上为国效力的表扬与肯定 是十分值得骄傲的一项任命 然而哈里王子这个用战功换来的军队里的荣誉职务 已经因为他与妻子梅根宣布离开王室而被国家收回 据英国媒体《每日快报》报道 哈里王子已经被英国军队开除职务 并且禁止他再穿着军服去参加公开活动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所有军队的荣誉头衔了 《每日快报》这一篇报道的题目是 哈里受屈辱 公爵被剥夺军权 被禁止穿军装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而承担后果 哈里王子也亦如此 而许多人都会觉得哈里王子娶了梅根之后 有许多的行为都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甚至还会有人觉得为了一个梅根 哈里付出了多少失去了那么多 这值得吗 你如一句名言 生命成果贵 爱情价更高 有时候爱情的价值是不能用物质的财富来衡量的 所以说为了梅根 哈里付出的这么多值得吗 如果是为了爱情呢 绝对是值得的 当然前提是如果这是真爱的话 下面我们来看哈里对谈判结果失望 梅根致富路上困难多 女王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英国《禁报》1月19日报道 当地时间1月18日夜 白金汉宫宣布了哈里梅根退出王室遗失的最终谈判结果 哈里和梅根会获得想要的自由 但是也意味着彻底的放弃了各种头衔 津贴和王室成员的生活 他们可以自私以更生 但是不能损害王室的利益 另外他们还需要收回用于翻修新房的240万英镑的财政拨款 声明一出 如果大家立即明白哈里和梅根想和家族斗还差得远 眼看大局已定 哈里在当地时间的1月19日版现身伦敦的长春藤切尔西俱乐部发表了演讲 提到了他关于此事的态度 哈里称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一结果 并表示他和梅根在无奈之下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还表示 我们希望在不使用王室财政拨款的前提下 继续为女王联邦和军队服务 但是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 媒体迅速抓住了其中关键词unfortunately 既表示不幸的 令人遗憾的 又暗喊不成功的之意 晋报认为这是哈里在表达对谈判结果不如预期的失望 的确最终公布的结果最大程度的维护了王室的声誉 也满足了他们重获自由的需求 但是他们也失去了很多 首先失去了所有军衔 意味着哈里十年的参军经历和付出打了水漂 这对他而言打击沉重 其次哈里梅根已经注册好的苏塞克斯皇家品牌 可能也无法顺利的发挥作用 晋报报道称 王室智能团担心这一名称 依然会使二人的各种活动与英国王室产生联想 并可能损害王室的声誉以及利益 他们希望哈里和梅根将这一价值十亿英镑的品牌名字改掉 虽然此事尚未成定局 但是对于风向哈里梅根已经非常不利了 二人的个人身家不算丰厚 还回房屋翻修费用 还需支付巨额的生活开销 依照目前的情况和 他们还需要查尔斯王子的经济支持 而查尔斯王子作为继承人想必不会因为关照孩子而违背王室的利益 两人的自由致富之路道足且长 白金汉宫的声明维护王室利益 女王个人的声明则体现了家庭温情 他多次强调哈里梅根一家是他重要的家人 朱里丸叛逆孙子孙习 女王前往教堂时脸上笑容灿烂 仿佛在庆祝胜利 陪在他身边的是名声不佳 但是深受他喜爱的安德鲁王子 接下来是哈里各种夸赞梅根为其争取工作 碧昂斯一旁神色尴尬 无脸转移视线 据每日邮报1月20日报道 近日在公众社交网上 新爆出了一段梅根和丈夫哈里王子参加2019年7月9日狮子王首映礼的视频 视频中歌手碧昂斯以及其同事歌手出身的丈夫JZ站在一旁反应尴尬 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根据视频显示在狮子王的首映礼上 哈里王子、梅根、碧昂斯、JZ以及狮子王的导演一行人站在一起交谈的画面 当时哈里王子一直向导演乔恩费如夸赞妻子梅根 并想带他争取一份配音工作 他说道如果有需要配音人员 我妻子将随时待命 梅根半开玩笑的接话道 这就是我们来着的真正原因 此时站在一旁的碧昂斯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半张脸 然后不自然的把目光移开了 众多网友在视频下方留言 称碧昂斯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看起来 都很尴尬 哈里王子还继续对导演说道 只要不要刀疤就行了 刀疤是狮子王中的一个反派角色 他试图从星巴那里窃取王位 JZ忍不住笑了起来 对此网友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看看比昂斯 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和JZ必须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直到哈里梅根夫妇与导演的谈话完毕 看着这一幕很痛苦 梅根也看起来都很尴尬 尤其是在梅根和毕昂斯说话的时候 这太有趣了 毕昂斯和JZ看起来好像都不太喜欢梅根 事实上在同一场活动中 哈里王子还向68色的迪士尼首席执行官 鲍勃伊格尔吹嘘了梅根的配音技巧 此举似乎让鲍勃的妻子 前电视台的主持人威洛被感到意外 而几个月后众所周知 梅根被雇佣参与了一个迪士尼的项目 但是作为交换 他将捐赠一个衍生动物保护和自然研究慈善机构 近日宣告放弃黄氏头衔的哈里和梅根 可能会包括流媒体网站在内的娱乐公司签订利润丰厚的合同 最后是好戏上演梅根借王氏名号在加拿大开展个人公务 不受拘束很自由 在三德林恶母庄园家庭谈判结束之后 早早飞回加拿大的梅根首都亮相 从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海港机场乘坐水上飞机前往温哥华 发布退出王氏声明后梅根一直都未露面 据悉只在英国待了三天就返回了加拿大 只留下了哈里王子一人独自面对家人处理相关的事宜 当天的梅根不似以往大牌加身 穿起了亲民低调风 金绿色的外套搭配配色的长裤以及长靴 所背的包也是大型的手提包 而不是以往初期互动时的小桥手拿包 此次梅根前往温哥华访问了市中心的东区妇女中心 在那里一起谈论了影响妇女的一些问题 此次的访问活动事先并未通知 算是梅根的一次私人活动 在访问结束后 梅根和当地的妇女拍了合照 稳居C位 一切从前的穿搭看起来很平易近人 丝毫没有王室成员的架子 不过此事出来很多民众都表示 一个英国的王妃在加拿大进行私人访问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加拿大的王妃呢 借着王室的名号在加拿大开展个人公务 果真是得到了追求已久的自由 减少了王室的公务量 自己随意出席其他活动 以后要出场费都不为过了 英国民众有这样的抵触心理完全可以理解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是大多数人奉为真理的婚姻官 本来作为美国人的梅根 嫁给了哈里就应该入乡随俗 加倍爱惜英国民众 不仅没有这样做 反而还带走了曾经备受民众喜爱的王子 到加拿大邻居生活 任谁都会有一些反感和厌恶 虽然梅根的行事做派呢 有一些张扬高调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一直用自己的力量帮助着他人 其实借着王室的名号 如何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不幸者 也是很好的 大家的谢谢大家 好